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大自然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神奇的景象 尤其是某些生物 它们所具备的自然功能在我们看来就像特异功能一样 比如再生技术 这可是人类始终无法攻克的技术难关 可是对于某些生物而言 它们天生就具备再生功能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蚯蚓和壁虎 不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生物 再生能力远胜蚯蚓和壁虎 它就是蜗虫 为了深入研究蜗虫的再生能力 有人曾经将蜗虫切成四段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虽然蜗虫已经支离破碎 但是每一段都像独立的个体一样正常蠕动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而在显微镜下观察蜗虫的伤口 只需要一晚上的时间就可以自行修复完成 一周之后就会形成单独的蜗虫个体 也就是说一条蜗虫就这样变成了四条 据了解蜗虫之所以具备如此强悍的再生能力 主要是因为它们含有成熟的干细胞 细胞分裂之后会产生身体所缺失的部分细胞 当蜗虫的身体部位进行再生工作时 体内保存的一些未分化细胞 就会在这种再生刺激下大量分裂并迁移分化 在正确位置将失去的部分重新构建 慢慢恢复原貌 正是因为蜗虫的这一特性 引起了科学家足够的重视 所以现在它们已经加深了对蜗虫的研究 希望可以将这种技术 应用在人类再生组织器官上 假如在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真可以拥有再生能力的话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